-啦!- 親友們! 觀看本集視頻之前 幫我按個訂閱 跟開啟小鈴鐺吧! 各位好久不見啦 要到漫期上分系列 我們這次漫期上分來的第87集 那在第87集 我又是黑色了 我已經 最近漫期上分已經連3黑了 一直拿黑色 總是很不開心 但是沒有辦法 就給它按下去吧 來 現在第87集 因為在第 86 集 我一個超級大食物 那個食物看了我都快吐血了 但走失誤了嘛 失誤也只能接受這個現實狀況 打起精神繼續戰鬥 不然怎麼辦呢?是吧? 86 集大食物 那 87 集到底如何呢? 我自己也不清楚 只求不要有大食物就好 來吧! 希望 87 集也給我大食物了 現在 看來在 100 集之前 這個算好到 2300 的原定目標 好像越來越遠了 怎麼辦呢? 對上這個 65 先生 等級分 2 2 2 3 會怎麼操作 這裡白方 1889 三個選擇 前進敲跳 或是神根 他選擇的是翹腳 那我就趕緊出騎士把他抓掉 不是用後抓 用後抓會被騎士打先手 而是用騎士抓 才不會被他的低分武器打先手 皇后 在開局階段下 太早去中心容易被對手的三分武器打先手 除非你確保你的三分 除非確保對手的三分武器 不會威脅到我們的後去吧? 那我這裡 為什麼我選擇把他交換掉? 不是選擇保留騎士給他中心孤兵呢? 因為這個局面下 我就不打中心孤兵 而改成打這支中心懸兵的落後兵 好,那怎麼打呢? 就好比這首後C7 有沒有機會? 我的實戰比賽告訴我 機會是蠻高的 但是現在 87 集到底如何 我自己也說不太準 我們就先看下去 總之 現在這條線 有機會對C3兵做計劃 只要對C3兵成功做計劃 D4兵也可能是我的 這有機會 滿意送意識吧? 未來準備做啥? 未來準備開始疊在C4格子 開始將各種人卡在C4格子 讓玄兵的尾兵無法站起來 那到這邊成功 我們來看下去 第 87 集 對上六五先生 來吧! 希望一切順利 好想在100 集到來之前 這個賬號也可以順利來到2300 想幹嘛? 這個對手 他想要三個人 威脅我的F7 太明顯了吧 不能搜嗎? 搜一下 會有什麼事發生嗎? 連招? 這是有被鵝來的連招嗎? 嗯 怎麼回事 這麼兇 這個是有被鵝來的連招嗎? 炸 炸 炸 會怎麼發生? 有什麼事發生? 閃開 炸 Q炸不行嗎? 閃開 閃開再補一隻 補一隻就補一隻 擋住不行嗎? 擋住敲掉 後敲不行嗎? 閃開啊 好可怕喔 他怎麼感覺有被鵝來一樣 我的87級 越說越心慌 到底他是有被鵝來的連招? 還是只是虛有其表的嚇死人? 騎士準備配合皇后強行補這個格子是吧 嚇死人欸 怎麼兇這麼兇 這都是他的有被而來嗎? 補騎士 主角碰我回彈不行嗎? 騎士碰我閃開會出事嗎? 好討厭喔 他怎麼下這麼快 快死我了 這個主角回撤就很鳥之間被一個將軍抓雙 是吧千萬不要再度發生這麼初階失誤了 他怎麼下得這麼快速又這麼刺激 讓我覺得好緊張喔 騎士不畏 主角不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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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后閃開 閃開就好了不行嗎? 是不能閃皇后嗎? 有什麼不能閃的理由呢? 閃開 喔 騎士不畏 奇怪了 為什麼不能打後閃開就好呢? 是有多可怕 主角打我 我不就把後閃開就好 是人多可怕 騎士不畏 我乾脆騎士 我也不畏 他敲我寶 不行 我敲他Q 他就敲我寶 我就敲他寶 武衡傷害好像沒什麼道理 不對 應該是先閃寶 好 他騎士不畏 我還是要閃寶 不要做奇怪事情 我閃寶 他硬炸 我是不能炸他嗎? 好閃寶啊 他嚇得好刺激喔 他到底想幹嘛 他是想用這三隻 抓我的F7嗎? 跟E6嗎? 炸 我是不能炸嗎? 到底他在幹嘛 到底他在幹嘛 嚇得我好心慌啊 先按好格子 他如果炸我主角 就把他騎士給換掉 亮開我的C顯 那嚇得好快 嚇得好可怕 嚇得我好心慌慌啊 我的水咧? 87級到底如何? 這個對手 六五先生 是不是有備而來? 咦 噢 噢 對了 有觀眾 傳信件問我 問我為什麼不要學隔壁棚 到了一定分數 就把這個帳號分數 再爬回1000分 然後再從1000分 爬回2000分 然後再從2000分 掉回1000分 再從1000分 爬到2000分 這樣子反覆循環 他說 這樣子反覆循環的話 就可以看到 主播如何來打這些 1000分的對手 但對我來說 既然都叫上昇系列 如果刻意地 將分數給爬低 又再爬高 又再爬低這個反覆循環 總感覺 對於主播來說 有點沒意思 是吧 一直打 分數落差 很多的低分對手 看久了 觀眾也可能覺得 不就那樣的操作嗎 有點沒意思了 是吧 所以 我可能就不會採用 這觀眾的意見吧 每個主播不同的風格 隔壁棚主播是希望 反覆打低分的 但我可能就對這個 興趣不大 興趣缺缺 所以既然講到上昇系列 我當然還是喜歡打高分的 所以 既然這個分數到這個程度 就打這個分數 應該比較有趣多了 是吧 好 那現在 他抓我Q 我閃Q就好 會有啥事發生 我 閃Q 3Q 奇怪了 3 待會再補個騎士的A5格子 還你這個還你倒算了 奇怪 你走了這麼多招 躲了這麼多走法 繞了一圈 主教跑出來 騎士跑過來 跑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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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了這麼多路線 看得我老慌的 所以就只能跟那邊網友說聲抱歉了 我可能就不會學隔壁谷了 不會再刻意將我這個賬好分數 又變成一千分 然後再爬回兩千分 這樣反覆循環 對我來說 在錄製視頻上 在下集上就 有點沒意思了 是吧 好的 那我 來 不行嗎 他就來 我就換掉 這隻騎士換這隻主教應該沒什麼到 好 換啊 有啥不行 好來 換這隻主教 不可能換Q啦 他Q會閃開 現在我可要看清楚 不要再走跟弟弟混哨了 跟黃六級一樣 好的 那我就換六塔 換 好的 那現在 在這裡 我在想 我在想什麼 我在想什麼 我在想這隻騎士如何 我在想這隻騎士如何 我碰他 他回車 我散開 待會再派更多人 這隻騎士 遊戲嗎 提醒一下 我抓一個 抓一個騎士 他騎士唯一選擇只剩下這個格子 才能安全活著 那我就思考 能不能從這個C7格 把他騎士給抓掉 反正他打寶帶先索 先把寶散到這個B8格子 好幾張啊 好幾張啊 第87級到底如何 十三級連勝 這個難度我覺得不太現實 畢竟分數已經22多了 22以上的分數要連勝十三盤 覺得不太現實 所以還是 只能腳踏實地 先看看到100級可以到達幾分 現在 我就要 把城堡補上去 強行把他騎士給拔了 他如果碰我的Q 我的Q 能不能 摁在這個白格子回家換他的Q 他QQ我冰Q 他騎士就動不了 就把他拔了 好 好 87級 來吧 碰我的Q 從這裡碰Q 讓我回側 回側碰我的寶 讓我 讓我站起來 回側 回側碰我的寶 我不是順勢一個寶上來幫你騎士給拔了 好的 他想給這個格子 有一個人可以支援主角變來我家 很直接 很直接的計畫 頂住 頂住 敲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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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頂住 抓著他的騎士 那 如果 我 頂住 他冰 敲 我主角敲 直接兩個人抓他騎士 好 頂住 應該沒事吧 緊張 緊張耶 真怕我又發生失誤了 頂住他 讓他的白黑格主角不能碰我的Q 待會他如果冰冰我就主角冰 直接主角冰用主角跟皇后把他騎士給拔了 是吧 他如果冰冰我就主角冰 主角冰用皇后騎 主角冰用皇后騎 主角把這隻騎士給拔了他的騎士 讓我感覺到是不是網友們有比較喜歡看主播打低分選手 比較對於主播打2000以上的對手好像興趣缺缺 如果你們覺得主播打幾分的選手對你們比較有興趣 歡迎在這87集以下留個言 讓我了解一下 到底是主播要刻意將我的賬號分數往下降 打1000多分的對手 還是繼續往上打 打目前分數遇到什麼對手就打什麼對手 也不用刻意的往下降 站在我的個人角度 我是希望打什麼對手 遇到誰就打誰 就是打跟我這個賬號分數差不多的對手 那這樣子我在錄製視頻的時候 下棋這件事情本身就還滿有樂趣的是吧 至少對手水平不會落差太大 下起來就會比較有樂趣 那這個對手是啥鬼 是不能敲他免費主角嗎 是不行嗎 是有什麼東西 要騙我 有什麼陰謀 敲免費主角是有什麼陰謀嗎 這支免費主角是為了給你騎士回家嗎 這麼拚 你只是換了一個三分武器給我 只是原本損失騎士變成損失主角 有這麼拚 這麼可愛 那我87級不就有機會了 那對手是不是就受不了 我是不是就給他贏下來了 放屎 哎呀 好